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在航空各大城市的公园或公共运动场上 很容易就能看到许多人聚在一起 GT跑步的亲近 所谓的跑步团队 正以航空MD时代为中心 如同潮流般的迅速传播 而一些跑步团队跑步师 为了拍照而成群结队的封锁人行道或道路 对其他人造成不变 而引起了社会问题 这里是以团体跑步场所而受欢迎的 首尔盘普综合运动场 经常能看到属实人同时跑步的样子 但是有很多民众反应 有时他们会大声喊叫 让人感觉有点害怕 也觉得有些不便 希望他们不要特意截队跑步 能分开跑会更好 随着抱怨不变的民怨增多 地方自质团体开始采取了管制措施 首尔瑞丑区厅在运动场周围设立了规定 限制5人以上的团体跑步 并公布了次跑到使用规则 5人以上一起跑步时 必须保持2名以上的距离 若违反规定 现场管理人员可以要求离场 瑞丑区厅相关人士表示 因为他们跑步时会妨碍其他人 甚至还会对一般人喊叫 让他们离开 此外他们也经常在跑道上拍照录影 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 一位母亲表示 确实有一些担心会发生碰撞的部分 因为孩子们比起大人 往往不太注意周围的情况 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 只是很多人聚在一起接队跑步 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讨厌呢 这理由是因为 最近这个人宁库被视为是用来发照片到IG炫耀 或者是为了建异性的活动 以前都是随便穿着运动服跑步 现在为了拍照上传IG 所以都会去买一些很贵的运动服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问题不在于骑脚踏车或跑步 而是在于那些做出这些行为的人 一起人一聚在一起 就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似的真搞笑 那该死的IG 如果真的这么喜欢跑步 自己一个人跑几个小时不就好了吗 跑10分钟就开始拍照拍影片 是为什么20多岁的人整天看着SNS 别再过着比较来比较去的生活了 拜托 还是生活在现实中 过自己的生活比较好 我去韩云台的时候 也因为遇到这些人感到非常不便 大家都在悠闲地散步 结果这群人突然出现 一直对我们大喊让开 那是我真的觉得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干脆各自跑步 然后在跑完后的聚会上一起喝酒吧 反正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为了拍照上传IG 买昂贵的运动服 真的是脑子进水了 所以想问一下 在大家的国家 有没有这种另有歧途 给他人带来困扰的兴趣或活动呢 想当年 在我年轻的时候 跑步一般都是脱上上腿 就那么展现着自己的身材跑步而已 04102 票 计划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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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